大家好我是時光不合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的最大的動力 最近這幾年降的運動標是非常受歡迎 不過那幾個主要的大牌子 好像努力士、帕特Philip和愛比 他們降的運動標都很難買到 而且價錢炒得很高 這次我們選了的第一款錶 可以說是一款入門版的奢華運動標 當然它的定價不可以叫奢華 不過Spirit是挺奢華的 這款就是GISU天梳的PR-X Palmetric 80 這款錶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一款超高性價比的錶 它本身的錶殼是一個走動型的錶殼鋼 配一個超光的錶圈 一體化的鋼的錶鏈 它的錶盤的設計都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有格仔紋 大家都知道AP的Royal Oak最有名的 就是Tapestry的錶盤 當然這個天梳的格仔紋的錶盤 不可以跟AP的比較 因為AP的Royal Oak是用機黑做出來的 細緻度和立體感都高很多 這次天梳這個 是用壓印的形式去做出來的 但是它都可以做到不錯的立體感 加上不同的光線下 我們可以看到顏色的變化 所以絕對是收貨的了 至於功能方面 大三針碗錶 有一個日期槍 所有的時錶都是立體的 這個碗錶也是搭載一個 ETA專門為Swatch Group的品牌去製作 有80小時動力儲備的 PowerMatic自動上鏈機芯 這個機芯還有一個高科技的物料 叫做Niverchrome 這個Niverchrome的油絲 這個機芯不會受到磁力的影響 聽到它的定價 這個碗錶的定價是港幣5000元 既然有這麼多的設計 加上設計和造工 5000元是否性價比超高的產品呢? 第二款是Middle 尾道的Ocean Star Decompression Timer 1961 這款還是Turquoise 藍綠色的限量版 這個碗錶本身是復刻Middle 在1961年製作的一款很經典的潛水錶 Middle是其中一個最早生產潛水錶的瑞士品牌 我們先看看它的錶盤 這個錶盤上面是有很多很醒目的顏色 讓人感覺整隻碗錶是很年輕和很有活力 而且它上面這個Decompression Scale 這個黑度是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可以讓潛水人員讀到 潛水了一定的深度和過了一定的時間之後 它究竟需要多久減壓才可以回復適應大氣的壓力 單向旋轉的錶圈都很特別的 它是一個倒計時的黑度 這個碗錶是連同三條錶鏈一齊一套賣的 其中有一條就是植物的Pattern 鋼的錶鏈 這條錶鏈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它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流行 以及非常之配合這隻伏黑1961年的潛水錶 Style的一條錶帶 另外還有一條植物的Turquoise 顏色的尼龍錶帶 還有一條咖啡色的皮的錶帶 讓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 可以帶出不同的一個味道 這款錶本身是限量的 1961隻 定價都是非常之合理 一萬零五百元港幣 第三款是Cacha Lagu Reversal Triple Mono Face Small Seconds 我自己最喜歡這款錶就是 它的Arc Deco的設計 本身長方形的錶殼 加上Arc Deco的錶面 令到整款錶有一個很Vintage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喜歡它的時針和分針 因為這個時分針就像兩把劍一樣 它的打磨是非常精細和有陰陽式的 配合立體的時錶 整體效果的感覺是很漂亮的 在六點鐘位置有一個小秒針 大家都知道 Reversal 本身這個錶殼 是非常之複雜的一個錶殼 而且是做得非常之細緻 和運作很順 Reversal 的錶底蓋 是可以作為engraving 雕刻或者是很多藝術的創作 在上面 包括了Enamo 或者是彩繪 是很適合製作一些紀念的碗錶 譬如生日或者是週年 甚至是畢業典禮 這個碗錶是搭載了 立即自己設計生產的 一個手動上鏈的機芯 本身機芯的質素也是相當之高 它可以提供45小時的動力儲備 本身碗錶的錶盤是有三種顏色選擇 分別有綠色、酒紅色和藍色 我自己最喜歡綠色 因為今年Fashion的trend是綠色 加上綠色的皮錶帶 整支碗錶感覺都是非常之美的 定價是72,000元港幣 跟剛才兩隻碗錶的定價有些差距 最主要原因是Shasheloku 本身品牌的定位 也是最高級的碗錶品牌之一 這碗錶的製作手工也是非常之高端的 所以這個72,000元的定價 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合理的定價 第四款我們選擇的碗錶 就是 Omega Speedmaster Chronoscope 這款是一款計時碗錶 我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有三個不同的計時刻度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復古的設計 近年就很少換錶有這樣的刻度 其中包括了我們最常見的Tachymeter 還有它有一個Pulsometer 也有一個Telemeter Tachymeter可以幫助我們計算平均速度 不過這個Tachymeter是分成兩個部分 在錶圈上面的Tachymeter 是可以讓我們計算平均速度 由450到60 至於在錶盤上的第二個部分 就可以幫助我們計算平均速度 由60到20 全場是有一個三分鐘的計時時段 碗錶本身是搭載了 Omega 自己生產的手動上鏈計時機身 我們可以看到它因為選擇了用一個很大的甲板 所以就遮蓋了碗錶機身的大部分 我們只是可以通過那個扭空的小部分 可以看到那個導柱輪 其他的地方我們就看不到 這個機身本身也是非常準確的一個機身 還有它也是有這個防持的功能 它可以提供60小時的動力儲備 Given Omega 的定位 那個品牌的定位 以及Speedmaster Polograph 的質素 這個靈架也是相當合理的 第五款 Louis Iraq 的 Stone Down Trial 有留意碗錶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凡有寶石錶面的碗錶 它的價錢都會相當高 還有大部分都是由高端的瑞士 或者德國的碗錶品牌 才會出寶石錶盤的碗錶 這次Louis Iraq 做了這三款 用寶石來做錶面的碗錶 讓我們大眾錶迷有多些機會 可以收藏得到這些寶石的碗錶 那三款的Dial 的選擇 分別是深藍色的東靈石 根據資料顯示 東靈石可以幫助我們凌晨 以及提升創意的 至於淺藍色的青金石 可以幫助思考 以及提升我們的精神修養 至於綠色的孔雀石 就可以消除負能量 以及幫助我們可以有更好的免疫系統 它顯示時間的方法都很特別 是一種叫做 Regulator 的佈局 中文叫做三針一線 或者叫做規範指針 Regulator 的顯示時間佈局 Pocket Watch 的年代 一般會出現在 Reference Clock上 即是一些很準確的座鐘 是用來給代鐘或碗錶 去校正時間使用的 Regulator 的佈局 就是中央的分針 時針在12點鐘的位置 而秒針在6點鐘的位置 這三款碗錶 每一款都是限量99隻 定價是港幣25,000元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親密的定價 今個星期首五隻的 我最喜愛買得到的碗錶 已經介紹得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我們會再介紹 剩餘的五隻 今個星期週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